邀请到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也就是我们的陈库恩来为我们今天的整个会议 做一个简单的开场白 我们是不是掌声欢迎我们的陈库恩 首先跟大家说个午安 我们非常感谢行政院劳委会资讯局 郭副局长在这里 还有我们的中当投区的就业服务中心的黄主任 其实在我们的人力资源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他们这两个单位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我们这么多年来 人力资源不仅是只有在台湾而已 甚至我们有很多的台湾的人才到世界各地 因为各个国家有我们的外派的主管 有我们非常多精英的人才 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发展的历程过程当中 由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人力创新奖 各位如果翻到这个人力创新奖专页 这个得奖专辑的第五十页和第五十一页 你就可以看得到的是原来我们这个要得到这一个特别的这个创新奖的过程是尤其不容易 因为报名就在今年六月底就截止了 而然而呢我们从七七月初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书面的审查 然后还有简报的审查要经过书面的然后才有简报 然后到了这个八月九月的时候呢 还有我们这个所谓的审核的团体呢 总共有十三位 然后这些评审呢 那么我们就要去实地看查 除了请当场那么请他们做简报之外 我们还会这个及时那么抽查访问 然后看看这个员工我们所受访的这些员工的理念 是不是跟这些想要来竞争得奖人讲的话是一致的 然后呢最后第四关呢 就是在我们的决审会议 所以看起来就是一项怎么样 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考试 那最后呢是在十月九号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颁奖 那我们请各位在座的各位呢 借用我们的双手 特别为我们今天已经在这边得到得奖的三位得奖者 请他们站起来 给他热烈掌声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不容易 好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人力创新奖呢 不是只有今年 因为今年是特别的难 因为去年碰到了我们的金融海报 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金融风暴的这个状况之下 他们还能够持续的得奖 那明年呢 那么是不是在座的各位 也希望各位能够踊跃来参加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荣誉 那不断的人力的提升呢 持续下去 得到我们的也就是人力竞争力的sustainability 也就是持续的竞争力 好 谢谢各位 好 我们非常谢谢那个顾问跟我们各位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第一段呢 就是由我们标杆学院陈若林资深顾问带来的 职能在人类资源管理应用的成功方程式的一个专题演讲 在还没有讲之前呢 要特别谢谢我们刚才这边在跟各位主持的这一位 那这一位呢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是这个杨雄光先生 那这个也就是负责我们的这个整个承办的这个单位 那请雄光自己说你是在哪一个单位服务 因为大家一定会好好 是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是 我现在服务于商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那是属于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里面的一个公司 那今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谢谢各位 也要谢谢他们的这个中南北 这样子陪着我们到处跑 很辛苦 那今天接着下来呢 就是这个在上个礼拜呢 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么有这样子一个题目 那么考题给我就是说 职能在人力资源管理应用的成功方程式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 其实这个成功的方程式呢 也许各位刚各位呢 是要来聆听这三位的得奖者 因为他们都已经是被验证成功了 那么所以我这边呢 可能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各位来分享 比较是从实务上面 那么我个人的这个 在不同的公司里面 那么服务里面所观察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在所谓的职能 那么各位我们看到的 就是他的先从这个 他的定义 这个定义里面看到说 职能是不是在谈到说 这个员工或是 不管是员工还是主管 他所具备有的这个能力 他可以把这件事情 或是主管所指派的任何的这个事情 可以做得非常的成功 也就是说 能够达到预期的KPI 绩效的这个指标 那所以这个所谓的职能呢 也就是涵盖到的 不仅是怎么样 只有他的这个 这个胜任资格能力 甚至还包含这个态度 从这几个层面看起来呢 那我们就是简单来讲 比如说这个职务 他所需要 具备有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那待会儿 在三位的这个报告里面 其实你们都可以看到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进来 有从 资讯这一方面的 怎么样运用IT的角度 怎么样透过培训的角度 怎么样去跟这个 就是Business Unit 去做整合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切进来 好 那我们紧接着呢 就来看一下 这个BearGate 他曾经说过 他说 如果 OK 你把我们顶尖的 20个人才 要挖走 那我告诉你 微软会成为 一个无足轻重的 一个公司 你认为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各位要不要想想 在座各位的公司 请问你们的 公司里面的顶尖的 20个人才是谁 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 那我是不是公司里面 列为那20个顶尖人才之一 因为这个顶尖人才 就相当的关键 因为他会影响到的 不是这个空缺而已 是谈的是怎么样 是现在和未来的竞争力 所以BearGate 才会这么 女众心肠的讲 那我们看到的是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看说 这20个人 到底跟其他人 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些人 他们所具备的能力 或者是他们所具备 有的这些知识 或者是他们所具备有的 这些所谓的武功秘笈 可以分享吗 可以怎么传承呢 还是他们愿不愿意呢 那公司怎么样 把这些很重要的 这些所谓的知识库 知识材把它留下来 因为现在已经是怎么样 一个知识经济 那么不管你走到哪里 那么脑袋瓜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脑袋瓜里面的这个东西 那这些所谓的人才 也就是要跟我们的所谓的 职能来是做一个连结 那所谓的职能呢 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这个一般而言 我们可以把职能 分成专业的职能 是专业的 或者是跟功能性的 是有相关的 那另外呢 现在也非常 大家非常关键的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退休 也会面临到怎么样 你有所谓的升迁 那么或者是 你需要有接班人 所以就有所谓的一个管理职能 或者是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那当然呢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不是只有 这个所谓的核心职能 也就是说 我会这个技巧 我会R&D 或者是我会把我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东西做好而已 更重要的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核心职能 这个核心职能呢 也就是公司里面怎么样把他的企业的文化 他所很关键的这些重点呢 那么他需要每一个员工希望能够具备有的这些态度啦 这些行为呢 把它展现出来 也就是所谓每一个员工都要具备有这个公司的所谓的DNA 那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一般在企业界里面 那么所谓在面谈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考核的时候 是非常关键 虽然有很多的公司是都有在做面谈 但是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会把这些 很关键的所谓的核心职能纳入进去 或者是把这些所谓的管理职能那么作为他的考核的 评量之一或者是连结到这个所谓的训练发展 那可能未必 因为每一个公司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那么所以呢 我们接着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在人力资源里面呢 其实我在这边希望跟各位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一个分享 我们今天不要把它界定成为说 人力资源是所谓的人力资源单位这件事情 就像是刚才这个BeerGate所说的 所谓的人力资源 这个人才 OK 这个人才资源 这是怎么样 整个公司最重要的竞争力 那因此呢 从这里面我们来看的是 这个职能在公司竞争里面 的运用到底是什么 他当然是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他要去来能够去支持 而且能够配合 甚至呢 不仅是支持配合 更应该是怎么样 走在前端 去预测到说 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在哪里 我们公司今天如果要跟别人做竞争的时候 他应该走到哪里 所以呢 最上面的那一个就是要跟怎么样 组织里面的企业的 怎么样 文化 OK 跟他的这个经营的策略 去做密切的结合 那我们经常看到的是 有很多的公司 可能这一块 也许有 可是有做连结吗 那我们这个就需要来去做一个探讨和思考 那么当然呢 一般我们在人才里面的人才管理 那么不是只有人力资源的事情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希望在座的各位 今天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我们所有的主管是不是具备有所谓的人才管理能力 而这个人才管理能力呢 是包含到怎么样 从怎么样把这个在他自己的部门里面把这个公司文化经营的策略连结到他要选什么样的一个才能的人 然后呢 他要把他摆在什么样的一个适当的一个位置 让他能够产生真正的所谓的productivity或是竞争力出来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人才那么当然有所谓的训练和发展 而这个训练发展呢 绝对不是只是在技能上面而已 更涵盖到的是什么 还有管理的职能 还有这个所谓的leadership这一方面 那很重要的一点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总是要连结到什么样 绩效考核吧 那现在这个时候那么已经快要接近11月 很多公司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怎么样 接近要做年度绩效考核的时间 或者是在做整个年度绩效的这个business plan 或者是做预算的这个时间 所以呢这个时候很多我们就会去谈到说 那绩效的管理要怎么去做连结 这个绩效管理绝对不是只有所谓的绩效考核而已 绩效考核只有那张表吗 错 那么应该是绩效管理应该是一个巡回式的 巡环式的 因为它很重要的是 它要把这个公司的经营的目标策略 跟这个部门的主管 跟这个个人它有没有办法去连结在一起 把它全部来怎么样 看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 而不是只有单一的去看到 所谓它在某一个时段的表现而已 那这个当然也就是考虑到怎么样 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这是不是我要留的那些人才 还是这个人不仅是我要留 而且是怎么样 我那个很顶尖的二十个的这个人才 所以呢从这里面 我们紧接着呢 就是来看到了说 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不同的角度里面 那么把它来做一个连结 从选的里面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说 你是不是真正是用职能选材 还是只是很单纯的做招募甄选 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公司 很多时候呢都是由公司里面 有主管那么在做面试 可是主管在做面试的时候 请问选材的标准是什么 那谁来过滤这个理律表 谁来面谈呢 是主管他从他自己的专业上面的观点来看而已吗 还是他要从所谓的一个职能的行为 OK也就是说 这个公司里面 这个职务里面 他应该具备有的专业 还有态度面 还有他的行为面 这三个角度来看呢 那这里面就非常的关键哦 因为如果这个主管 他没有用这个角度来去做思考的话 那很容易 我们就会看到怎么样 主管面谈完了之后呢 很容易怎么样 新人就流失掉 因为很可能新人就产生了所谓的 跟公司文化没有办法融合 特别是怎么样 有工作经验的人 特别是那些 从这个好不容易花了钱挖角过来的这些高阶主管 那就变成怎么样 新人包括这些高阶主管的流任率可能不高 那或者呢 在这个他们在调试的过程当中呢 也许什么 所要投入的这种资源呢 也相当多 因为一方面 有人要去协助他 一方面 也要提供很多的资讯 让他去知道 是不是隔了两三个月之后 这个人又走了呢 那也就浪费了非常多的这种资源 那不晓得 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公司 在座的公司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去运用一个叫做 以职能为中心的一个叫做目标选材 那这个目标选材呢 那么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当鸿海他还没有扩展到 这个小猫积极扩展到大陆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大型的招募 在这个大型的招募里面呢 他试过了一两次 结果发现到这些人才呢 很容易就流失了 不是的他就走了 他找的人已经是通过了 所谓的这个中文英文的考试 OK 那国文英文的考试已经都很棒了 而且这些都是锁定满台清交的 那你说 为什么这些人的适应还是不行 那后来 那么 这个找到我 那么 我给他做了一个建议 也就是说 你要从怎么样 人格特质上面来看 你要从哪里来看 你要从这一个人 他的人格特质 还有他过去的行为里面 来去看他过去的事迹 跟你所要在他服务的这个单位 或是这个鸿海这家公司的管理风格 也没办法去融合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企业的文化 发现到怎么样 如果这些这个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呢 虽然是台清交这个毕业的 可是如果他在这个面谈的时候呢 我问他说 那你在这个当兵的有什么样特殊的经验 有些人会眉飞色舞的去谈到怎么样 他跟老挖的怎么样 抗争 OK 他怎么样去觉得说这些很不合理啊 那对不起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呢 在当时那个阶段呢 可能是不适合的 因为当时呢 鸿海他很注重的怎么样 他就是要怎么样 那个很能够非常聪明 而且能够跟在老师傅旁边怎么样 去学习的 然后老师傅他没有什么配合 你不要拿着书本来 来挑战这个老师傅说书本上没有这样说 你为什么这样子做 那么是 这样子是会起充足的 而更重要是什么 这些很聪明的这些人员呢 这些心境人员 他要能够跟在老师傅的旁边 把他的呢 诺号 把他怎么样 记录下 那这个就是变成了呢 所谓的标准作业流程 然后把这些标准作业流程 当这些老师傅退休的时候怎么样 脑袋瓜子是怎么样 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是选人才 的确是怎么样 要有一套 因为你要去思考到 你到底是要把这个人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咯 下面呢 也就是谈到你要把他用在哪里 那当然呢 你要用的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任用和竞争的这个原则 现在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的公司 有的已经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我们发现到 有很多的人怎么样 慢慢进入怎么样 所谓的这个公司里面的高远期 也就是公司的人员 慢慢的进入的所谓的 这个高年龄 这个资深的人 而这些资深的人 你要任用他的时候 请问他的脑袋瓜里面的这些知识 是286的系统还是386的 还是已经怎么样 586了 还是更快 OK 那是不是能够竞争吗 还是我们只是因为这个人 有苦劳啊 没有错有苦劳 但是呢 是不是也更重要是 要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才能够让他真的去发挥 说不定呢 让他能够去当一个什么样 来做一个新人的辅导员 说不定是很好的 可是如果要带他去做一个主管 来带领整个部门 可能要带领这些 很优秀的年轻的朋友 那可能怎么样 会发生怎么样 冲突的 因为这个专业 可能怎么样 年轻的可能更先进 所以呢 我们要看到说 要用的时候 我是用他的什么样的才能 还是我要用的是要配合到什么样 他的钱 因为我这一个位置 是非常关键的 是要谈到怎么样 marketing 是要谈到怎么样 这个前瞻性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更思考到一个 诶 我在各个部门的 有具备这样子职能的这些人才 够吗 也许经过金融海啸之后 人才不够 为什么 啊 有些被砍掉 不够 不够怎么办 不够更重要啊 不够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有些人是有什么样 潜能的 有些人可以当什么样 1.5个人用 有些人怎么样 他可以去发挥 怎么样 专案管理的方式啊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 这些 运用的方式 可以让人发挥 所以呢 我们所谓的 嗜才嗜所 绝对不是看什么 过去的考纪而已 绝对是要看到什么 未来 公司的竞争力 那太重关键了 因为只有这个人 他能够展现那样子的职能 他才有办法 去协助公司 去把这个 所谓的拉丁美洲的 所谓的大中国区的 这些天下打架 那所以呢 这个 要把他摆在什么样的 一个适当的这个位置 那绝对不是怎么样 只有人力资源 不能的人 那么可以做决定的 绝对是怎么样 所有部门的主管 所有单位的主管 都需要深入了解 而职能针对 在 嗜才嗜所 这个关键里面 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好 所以呢 我们接着下来呢 就来看 所谓的育 很多公司去年 那么第一个砍的 budget是什么 去年年底 这个教育训练 费用 那刷砍掉了 因为我们要 怎么样 金融海啸 那么太严重了 所以呢 有很多的这个经费 要减缩 那有的出的 传言员 还把这个训练的 砍掉 那我们发现到 上半年训练很冷啊 可是呢 下半年呢 哇 开始怎么样 非常热起来 而且 而且不仅非常的热 而且要把这个 训练的这个资源呢 要摆在什么 最最关键的人才 你会发现到 因为 人才已经变得 非常的精简 我们已经非常变得 所谓的 精实管理 OK 在这个精实管理里面呢 啊 那我们更需要怎么样 以企业组织经营策略 和未来的竞争力为主軸 来去思考 我的训练和发展 是不是这样子做 那这里面呢 就是看到了 也许是你的这个训练的路径图 是不是把这个所谓的 专业的职能 跟每一个工作的 这个 能够去做一个连结 那甚至呢 也是根据 基层主管 高阶主管 那么甚至是 这个经营决策者 有不同的 不同的 这种训练的 这种课程 或是发展的诅会 那更重要的是 不管员工 更在乎的 不是说 我明天 有没有工作 因为现在 我们看到的 很多的员工 他看到的是 也许我不会在这一家公司 持续待下去 可是呢 我更在乎的是怎么样 虽然我 如果在乎的 在这一家公司要待下去的话 那我更在乎 这一家公司里面 我自己有没有 我自己的职涯发展 我有没有机会 也许是竞争 也许是扩展 我自己的工作领域 也许呢 我可以怎么样 跨部门的去学习 那今天 挑战就来了 是不是公司里面 能够提供的这样子机会 如果没有提供这样子机会 那人才会往哪里走 往外走 因为信力 外面永远是有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想要怎么样 为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 那所以这就是公司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 公司即使在小 或者是更大 你都要去思考 有没有为员工来去建立 他的一个职涯发展 那当然了 如果有去思考到 所有的员工 我这边谈的是 所有的员工 都有所谓他的职涯发展 那就切割出来了 有一些是属于精英级的 有一些是属于怎么样 接班人的 那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企业界的挑战 这个接班人呢 以洪基来讲的话 接班人 施先生也很成功的 把他棒子交给 不同的人来接班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的 有更高的挑战就是 如果你这个接班 是要交给你的侄女呢 如果不是你的侄女 那要交给谁 我们现在要看到企业界里面 那么尤其是现在 在台湾的企业 那么甚至在 这个因为大陆 或者是到海外的扩展 越来越多的时候 会发现怎么样 人才不够 怎么接班 怎么做精英发展 那这个接班和精英发展 到底以什么为主宗 那就是涵盖到什么 还是要回到什么 以职能为主宗 OK 那在这里面 职能让他提供一个 非常清楚的 明显的一个什么 标准 到底我要把这个人才 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 程度 然后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然后他可以 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展现什么样的一个绩效 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指标 那至少呢 那公司也会知道说 我花的钱 那不是百当费 好 那么我们除了这些预之外呢 那当然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就来看到 任何事情 投资一定要怎么样 产出 那产出呢 对于个人而言 就是怎么样 我的绩效要好 对于公司而言呢 也就是怎么样 我的EPS要好 而对于一个部门而言的话 我是一个部门的主管 那我更在乎的是 我怎么样在年底的时候 来去做有效的绩效管理 什么叫有效的绩效管理 那就是看到什么样 除了你的年度的这个目标之外 还要加上怎么样 核心职能 还要加上你的管理职能 那KPI里面呢 也就是怎么样 专业职能嘛 这样子可以连结吗 也就是说 我HR有我HR的KPI R&D有R&D的KPI Sales有Sales的KPI 这个是怎么样 专业职能嘛 那核心职能是什么 就是公司的价值观理念 比如说 公司里面非常主动客户服务 非常主动说 我所要的是要什么 创新 那我要主动的是怎么样 团队合作 那我能不能有这样子的态度 能够跨部门合作 如果有些人就是隔背里面 王警官 我的部门是我的事情 你的部门是你的事情 那就没有办法展现所谓什么核心职能了 那这里面也会影响到怎么样 作为一个管理者 你怎么样来去带领你自己的团队 怎么样去有效的让他怎么样 建立一个跨部门的一个沟通 所以呢 这里面就会连接到怎么样 有所谓的精英级 就会有什么样 所谓的个人发展计划 然后呢 如果针对绩效不合乎标准的呢 也就是要做一个PIP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 那么所谓绩效不合乎标准 OK 我们要重新定义一下嘛 什么叫绩效 绩效不是只有KPI OK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绩效包括怎么样 核心职能 核心职能包括怎么样 公司的价值观理念 那么如果不认同价值观 违反职场的伦理重大的事情 那是需要被fire 那就是像是Jekwish OK 那么21世纪被公认为最好的一个自由 就是面对他的这些高级主管 这些1000多人的时候 他就讲说 我今天我fire 让你们中间几位 OK 好一听前面两个人 诶那个KPI业绩没达到嘛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那没什么 可是一听到其他两个人 诶奇怪 他的业绩做得很好啊 那为什么要把fire掉 为什么要请他下来 因为Jekwish他说 因为这两个主管 他根本不认同公司的体系 他不认同公司的理念 经常在讲说 你不必配合总公司的 那你做我们自己的 只要把数字做到就好了 可是呢 这不是怎么样 这个所谓的基所要的领导 所以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所谓的绩效 那要去做一个连结 因此呢 我们看到说 企业的经营文化 那也就是 很关键的 也就是要去做一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里面 也很可能 是会每一年 可能有一些重点 会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年度的目标 也许这个经过金融海啸之后 我的年度目标 可能怎么样 以服务 明年更重要 而且的速度更重要 也许这个会办成 占了多少百分之 这个事实 事实 说不定 OK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来界定的话 那我们请问 那会跟我们的职能 有什么样的关系 当然有关系呢 是不是要跟着调整 是需要跟着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 绝对不是单项 因为看到啊 有很多的公司在 实际上在作业的时候 他忘记了 可能那个职能是哪 五年前定的 三年前定的 他忘了 因为每一年 这个人有一个趋势 他要去做调整 所以应该是怎样 双向 OK 要双向 当我们在选财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经营策略是什么 我跟着调整 我的绩效管理要跟这些调整 这是双向 否则的话员工会觉得哪 公司讲归讲 做归做 我干嘛去配合他呢 我不会去配合他 好 所以呢 我们紧接着下来就来看 也许你会面临到的最大的问题和挑战 也就是什么 我们要做到一个全能的职能发展 会面临到心态面 知识面 技能面 OK 所谓的心态面 怎么样去改变他 怎么样去做coaching OK 怎么样去建立他的制度 然后怎么样去增强 这个所谓的精英的培训或是一夜学习 或者是怎么样强化主管的这些职能 可能通过体验学习 策略活动 或者是这个OJT 或者是工作轮调 那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其实呢 我们都脱离不了的是在这里 也就是 也许我们从标班学院 也许可以提供给各位一个思考 就是从这些员工的思维 能力和治理里面 那我们要面对的 不仅是要思考的怎么样 竞争者客户 而且还有趋势 还有外部的环境医术 所以呢 你也许要走的是品牌策略 也许要走的是国际化策略 也许要是创新的策略 或是并购的策略 那么我们可以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那么标班学院愿地提供给你一个服务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也就是也可以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训练班 那施先生来亲自为各位做台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来跟各位看到 就是说分享里面就是职能 OK 在人力资源的应用的一个成功的方程式 其实你只要掌握到几个大原则 因为就是它是一个策略动态性的 它是一个有目标 而且是要全体员工要有共识 而且呢 职能很重要是因为它很聚焦 它那么告诉你有那几个重点 让你可以有发展性 而且它可以有一个客观的评仰 所以呢 可以让各位 那么在不仅你是要到中国 还是是越南 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 跨文化的人力资源的策略与管理 也可以协助你去做到一个 全球化的人力资源策略与管理 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 都可以共同的行为标准 有共同的能力标准 好 那最后呢 我就简单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那么希望 那么借着职能 我们把人力资源 变成是公司的人才资源 那么让我们的人才资源呢 能够为公司创造更多的竞争力 来永续发展 谢谢 好 非常谢谢陈顾问为我们带来这么一个 精彩的一个专题的演讲 谢谢